这京城头牌 吴潇潇的身价三千两 宁石公子才华出众 怎么也值五千两吧 珍珍 富家公子跟青楼小姐相提并分 真好 有诈笔的 这要打怎么来呀 封小姐 里面请 这些呀 是小店新做的一批簪子 您伤生严 好 我们看看 珍珍 你喜欢哪一只 这只便好 这一只做工普通 橙色也一般 不如换一只吧 这只便好 朴素大方 就这只吧 这只 我要了 要 这不是方家的表小姐吗 推宁公子婚事的君珍珍啊 说是谣言 到底谁退谁 还不一定呢 闭下你们的臭嘴 柳儿 不妨 无妨 我们去那边 小姐里边请 姐姐 这只看起来不错 就要它了 好嘞 巧了 这簪子我也喜欢啊 宁小姐这是何意啊 什么何意啊 我来买首饰啊 那你们先挑 那怎么成 这又不是我家的铺子 再说了 进来便是客 你我都有挑选首饰的资格 只是 我们让 你却不要 我们挑 你又要挑 那既然 你我都能看上同一个簪子 就 嫁高者得知 这个主意好 这个主意好啊 两个小姐 这个主意好 这个簪子啊 五两印杂 十两 二十两 三十两 四十两 五千 你们觉得谁会赢啊 这还要忘 当然是艳艳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清真真哭了 一百两 一百五十两 令小姐开心便好 慢走 跟我斗 可是这个簪子 只吃五两 determine 你吃坐 留意 就吃了 但是我应该是 在哪里 才会赢 然而不然 好像创建 但是万不一偿 仍然啊 你也要喝了 那么别能喝了 给你快看 这样 勉强也只能凑上姨父 您稍等 好 今日 总归是有点收获 小姐 我们最后都要了 令玉燕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闹什么呢 君蓁蓁 你活该 这就是你骗我银子的下场 看来一百五十两的教训还不够 早知道应该给你加点价 比如五千两 五千两 那岂不是跟宁五子同价 是吧 一万两 动手打人了啊 快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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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五千两 骗子 我跟你们说 他就是一个骗子 骗了我们宁家五千两银子 他家赢的 现在还要动手打人 真是 真是 令小姐别忘了 当日那五千两银子 是你宁家心甘情愿为了赎回婚书跟我做的交易 胡说 全都是胡说 什么心甘情愿 明明使你登门要挟 还因此又一次的抬高要价 这京城头牌 吴潇潇的身价三千两 宁时公子才华出众 怎么也值五千两吧 珍珍 傅家公子跟青楼小姐相提并论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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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一打怎么来 总的 对呀 先走了 珍珍珍我跟你说 这事没完 咱们不再说 怎么了 二哥 这姑娘有点意思 嗯 她真这么说 这还不止呢 宁家大小姐当时气急败坏 大伙都围过来看她笑话呢 还真是大快人心 真看不出来 她竟是这样有趣的人 不然少爷以为我是怎样的人吗 你来做什么 三堂 去门口守着 别让任何人进来 是 回来 三堂 你是我的认她的人 回来 老夫人吩咐我 君小姐在时 让我听她的 你 你还是一样令人讨厌 彼此啊 少爷 也一样不讨喜 那你还自讨没去 你这么做 是为了给方家留后吗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知道 我的兵是治不好的 我留在方家唯一的用处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人的一生不再长短 烟花虽然短暂 但是绚来 枯木固然长久 但是腐朽 我说过 不要用这种同情的眼神 看着我 你的身子骨太弱了 你的身子骨太弱了 除了药方 我会再给你开一些 食补的方法 双管几下 不必 不好好养身体 怎么给方家留后 你 我 我 没有 我 都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